战略布局了 属于战略布局 然后他下落 比方说姜维 他负责其中一个很小的战场 他就说我们摆开一字长盛阵 这是不是就叫战术布局 那么战略布局就架入设计 战术布局就是详细设计 好 那么 如果说 他 因为我们最终的客户需求可能就是打赢 或者缴获俘虏多少 缴获 缴获武器多少 干歼灭敌人多少 可能不知道毛泽东以前在 那个 打什么淮海战役之前有没有下这些具体指标任务 不知道 我猜一下 那么这个如果下了这样的一些指标任务 这就是客户提出来的需求啊 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一项啊 我们打赢 打赢最后你只剩一个 别人大家其他的拳两方都死完就也要打赢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 就是拿打仗来说是一定给你下了具体的指标的 那么具体的指标是什么呢 就是需求 那我作为打仗中排兵不振的人 我就会考虑 第一 如何更好达到你的需求 第二 我在做的过程中如何让下面很好能执行 以达到这样的需求 对不对 我们在发一个命令 为了让下面的调度起来更轻松 为了让打仗过程中执行更有力 对吧 为了让有进有退 就跟兵法是一样的 有进有退 有攻有守 对吧 那么我们的排兵不振是不是很讲究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要懂得怎么能够下好一盘棋 就在你眼里有这盘棋 那我们的架构也是一样的 我们架构设计也是要考虑 OK 你现在手底下有几个兵 这几个兵 你要排兵不振 排的是谁啊 排的是我们这里头的这些技术的engineering 那你说我要排他们吗 这不是PM的事儿吗 我会告诉大家 中国有很多公司PM和架构是间了 但国外很多PM他管什么 他管项目进度 他管与客户沟通 他管需要资源 他有时候也管这个人员分配 但是人员分配 他一定会去听团队里面 架构设计师的建议 而且往往他就会直接听 举个例子 曾兵你要是跟我一起配合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 我首先要做计划 但做计划PM又不是特别懂技术 那么就会干嘛呢 就会由架构设计师 来估我们的资源计划 估完了 这些人在具体开发过程中 怎么去分配 因为开发过程中 他肯定会说 那么我们得找人去带一把 对不对 好各个组 就有各个leader team leader 各个小组长 那但是小组长 谁来管呢 OK 当然统一管理是我来管 是我 这是你PM来管 但是 对那种公共模块的这些设计 公共模块的培训 还有怎么样的帮大家去解决一些技术难题 怎么样配合PM去把控这些进度 哪些人偷力啊 偷懒啊 不吃力啊 其实架构设计师都会担这样一些责任 所以 怎么把这些兵用好 架构设计师也是要考虑的 也是要考虑的 所以 我们就要考虑 到底应该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有多少个组 我一看 现在有三个组 那我把我这个模块 系统拆分七个模块 先一人分一个 做完再说 还是一人分两个 这些你都要考虑 而且 你分给他们的 是不是让他们彼此之间 不需要有太多的这种交流 不需要有太多的这种交流 就可以相对独立的去完成 不然的话 你给他们分了一个模块 比较举例子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当基本框架都做好了之后 因为我们抽象的那个基本的框架 会是一个高聚合的 就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内部关联 对不对 能想象的吧 对啊 我可能一个人把他做了 然后我把这些模块 分给各个团队就行了 对不对 好嘛 你不这样分 你把 移动点菜里面的 那个 浏览菜单 和在线点菜里面的浏览菜单 分给了一个团队 你把如何去拼桌子 分给了一个团队 你又把什么 我们也要满足我们设计时的这样一个需求 你也要把它列出来 这其实这两项都是我们的这个质量需求 那么质量需求包含什么样子呢 我把它功能需求 我就不说了 我们 X和Z我们称为质量需求 质量需求 其实我们可以画一个矩阵 这叫质量需求 设计时质量需求 这个 是运行时 这个是开发时 运行时有哪些呢 大家自己想着想得到 什么兼容性 性能 安全 健壮 健壮 健壮就是能乱点 等等等等 那么开发时又有哪些呢 开发时就是 低壮 扩展 方便扩展 还有 易时线 等等等等 所以 当然也有个效率 把这些内容列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质量需求的这样一个矩阵 运行时和开发时的这样的一个矩阵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我们这个三轴线会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这个能理解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再去设计软件的话 你要基于我们原来的这个需求的三轴线 再加上一个我们设计时的这样的一个质量需求 也就是说 我会考虑到时候说白了就是什么 你考虑到时候怎么分吧 说白了就这个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那么设计会有些基本武器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面向对象 说白了就都在讲这三个东西 抽象 继承和多态 对不对 这是他的几个原则 那么 为了指导 为了完成我们刚才那些设计 我们 既然是用语言 因为我们的软件实现是用语言来的 语言又 又是这三个特征 对不对 所以说白了 我们就是怎么用好我们的抽象继承和多态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大家在打的时候 在打架的时候 出拳 踢腿 这几个就有点像我们打架的时候 出拳和踢腿 那么基于这些出拳和踢腿 我们又衍生出来的一些模式 比方说我们高二辅士23种模式 什么单件模式 等等 这个观察者模式 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基于我们出拳和踢腿衍生出来的扫堂腿 和龙虎拳 什么擒拿手 那个就是这个东西 明白吧 你看万物是相通的 我们的武林招式 他说白了就是个模式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什么是模式 就是经验的总结 我们武林招式也是 他为什么会扫堂腿 就是当年发明者 他一不小心跌了一下 不小心扮了别人一下 管用 他以后就都用这一招了 这就叫模式 所以衍生出来了一些模式 这就是我们在设计时候 常常会用得到的 是我们思维中不断的可以去用的一些招式 所以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这些招式 给大家讲设计的招式 第一 我有高层模式和低层模式之分 我把它分成两类 什么叫高层模式呢 比方说 我们有一些模式 我们有一些框架设计 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MVC模式 对吧 什么叫MVC模式 Model 视图 Control 好 该不该加这个 好像是要加这个 那么 这个就是什么 模型 视图和控制 大家想象一下 就拿一个普通的登录来说 拿一个普通的登录来说 实际上 我们说 万物是由动静结合相组成 在这个过程中 在空子登录的过程中 我们 是不是会有一些对象 比方说 登录的对象啊 登录的验证对象啊 对不对 或者我们在读书一过的时候 会读出来另外一个对象 叫什么呢 叫用户信息这个对象 对不对 用户对象 这个 这些 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一个登录模型吧 另外 在登录对象的时候 他会由我们的视图里面去获取 是从我们界面里头去获取 他的这个输入的 对不对 所以 我们也会有一个视图模型 但是他们怎么把他们真实的给用起来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动态的 就是一个控制 由我们的具体的 具体的类 接口 方法 来实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控制 才能实现我们的这个登录交验这个过程 这样能想象一下 他们是不是 是不是一种比较经典的这样的一个 模式 当然大家耳熟能详 当然我刚刚只是举了一个 很细节的例子 但一般情况下 像简单的登录 我们都没有必要用MAC模式 没有这么复杂 但你愿意你也可以做MAC模式 事实上 正常情况下 比方大家学过的什么 Strax啊 这些框架 他可能会用一个加把币 就是一个类啊 第一个模型 再第一个视图 这个视图的话 可能就是他自己的 什么 就是他的一个什么什么view啊 这样的一些类 也是类 只不过这个类映射到了视图 就映射到界面的这样的类 然后通过Controller 也就是一个action 动作 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传到这个action里面 或者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给它传进去 最后返回这个动作 进行这个动作的执行 并且返回结果 这就是典型的MAC 能理解吧 那么好 横向的MAC模式 纵向的三层结构 从下到上 依次是DL 叫数据访问层 Data Access Layer 再往上是我们的BL Ba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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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 Logic Layer Layer 再往上是PL 是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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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有点忘了 就见面了 就见面了 Present 有点忘了 Presentation Layer 忘了 大家下一次 去查一下 那么 最下面一层 我们就给它实现 数据库的 访问操作 比方说增判改查 这层是与业务无关的 那么 这层我们就定一堆的业务的 这个函数 去调用下面这层 比方说我们刚刚登录里面 Login 登录 对不对 而这一层 就是调用了这些操作之后 返回一个布尔直 体现在我们的界面上 对不对 而且 他们一次是 他调他 他调他 这个是不是也很容易理解 而且 我们往往会这样做 我们就想到这样的 层次关系了 我们就在想 这应该有个启发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的高层设计 是不是就应该 由纵横 两个方向组成 对吧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在做高层设计的时候 一般的同样 大家是不是就这样子来考虑了 横向取一个大的 纵向取一个方式 对吧 那你说 我可能没有取三层结构 怎么办呢 那无所谓啊 不一定 而且即便你取三层结构 不一定是这三层 对不对 我们不要只是典型的 或者比较经典的 最精简的 数据库系统的 这样一个三层结构 那 其实还有很多 其他的纵向层次 和很像层次的 你们可以去自创 我就自创过好几个 或者我们不自创 我们学嘛 学谁 学安卓 找一下 稍等啊 哎呀 算了 上网站 我们学一下安卓 做他的这样一个层次结构 好 大家来看 就拿这个来说 我们一个操作系统 它的经典层次 是不是就 就有这样的四层 我会告诉大家 操作系统的经典层次 大家学过操作系统设计 你就知道了 它的纵向 有这么多层 每一层横向 它又有一些层 对不对 而且这个图有点不一样 它没有给我们 画出横向它的模式 实际上它横向 也有很多模式 就个例子 library这一块 我们是不是有 各种各样的stories 实际上它有一个什么 stories manager 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是不是它没有画出 它们的这种横向模式 为什么 它怕画复杂了 我们看不懂 但实际上 它们内部肯定有 比这张图更复杂的 相信我 所以 你说 你看桑梨刚教了我 三层架构 马上又学了个四层架构 这四层还没有 dl这一层 对不对 这四层是哪四层 kernel library framework 和application 看看 我们又学习新学了一个操作系统 四层架构 好 我们就拿这个来说 别看这儿是这么多驱动 实际上它漏了几个东西 是横向的 哪些东西呢 进程管理 它是不是漏了 进程管理 是不是遍布这里头 它的内核的各个地方的 对吧 文件系统管理 是不是遍布各个地方的 你看 这它 它的图没画全嘛 它为了不让我们好好学习 所以 这个大家 大家就知道了 包括各个层次 都是这样子的 好 找回去 所以 我们的高层模式 我在这里 只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MVC给大家介绍一下 三层结构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不对 这样子 有 有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好处 那么 需要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什么三层结构 这些代码嘛 就不用了吧 大家比方要看 都有经典的 比方说大家如果 玩过.net 就是下那个 宠物商店 那个 pet shop 那个例子 微软提供那个例子 就是典型的MVC 加三层架构 加把领域也有 也有不少的这种代码 好 这就是我们高 高级的这样一个层次 那么 结合在我们高级的 这个层次之上 之下 我们还有一些低级层次 这低级层次 就是我们高尔夫 其实他的权名 刚要不负 刚要不负